就在世界黄金协会公布2022年 全球央行已经以55年来最快的速度 增加黄金储备后 事情又有了最新进展 1月7日 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 2022年12月 中国增持黄金97万盎司 即30吨 而此前在2022年11月 中国的黄金储备在连续38个月保持在1948吨持平后 突然增加约32吨黄金储备 也就是说 中国在去年11月和12月连续两个月增加黄金储备 截至2022年末 中国持有黄金储备已升至2010吨 与此同时 值得注意的是 印度 土耳其等主要经济体在截至2022年底 都保持大规模囤积黄金的状态 而知情人士称 印度这两个经济体 已经在全球的部分经贸中 直接使用了包括黄金在内的货币形式 产生了相关的交易 在此之前 部分产油国已经开启了 将黄金与石油进行绑定 即石油黄金即将横空出世 这也是石油美元 即美元主导全球商品结算面临冲击的挑战 而对于与黄金有关的一系列变化 美联储越来越束手无策 对此 分析师亚历克斯·格洛伊 1月6日大胆预测称当前美元主导的全球货币体系是不可持续的 40年来在美联储毫无节制的印钞体系下 许多发达市场的通货膨胀率到2022年时达到两位数 这还是在美联储去年已经实施7次加息的背景下 显然 美联储的货币紧缩几乎失去了应对通胀的效果 基于此 要求恢复金本位置的呼声越来越高 格洛伊称 截至目前 恢复金本位的支持者名单包括特朗普 美国前议员 美国经济研究所的罗恩保罗等人 甚至美国现任国会议员亚历克斯慕尼多次提出法案 要求将美元定义为固定重量的黄金 即回归金本位 慕尼认为 在美联储和美国财政部过去多年毫无节制印钞过程中 美元实际上不断失去储备地位 美元需要重新注入黄金 才可以使美元重新恢复储备地位的同时 对全球经贸都是公平的 并且这一机制可以减少美国经济对债务的贪婪 因为美联储和美国财政部只能印制美元绿纸 永远无法印制黄金 然而 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并不认为回归金本位置是一个好主意 实际上 在1971年查德尼克松丹方面宣布结束了金本位置 将美元与黄金脱钩之后 美国经济未偿还的全部债务总额从1.6万亿美元增加到92万亿美元 然而美国的GDP却从1.16万亿美元增长到25.7万亿美元 债务是金钱的代名词 其增长速度快于GDP 分析认为 出于数学原因 当前美元失去金本位支撑的货币体系是不可持续的 首先 如果不同时创造等量的债务 就不可能创造货币 当前的系统不断增加债务 以促进经济增长 给定证利率 所欠利息的债务是一个指数函数 这在资源有限的世界中是一个问题 其次 债务的边际效应随着债务水平的上升而下降 自2007年以来 美国GDP增加了11万亿美元 而未偿债务增加了40万亿美元 换句话说 每增加一美元的债务只能产生27美分的额外GDP 债务利息每年都在循环增加 而每个新财年时 美国的GDP却在重置为零 通过增加债务来产生额外的GDP变得越来越难 与此同时 对于高度依赖债务的美国联邦来说 在美国财政部和美联储凭借美元储备地位 不断将美国国债货币化的过程中 美国联邦债务总额截至1月7日 已经接近31.5万亿美元的历史最高水平 并且美国财政部还不止一次暗示 或将在接下去的某个时候 发行100年期的美国国债 这比目前的30年瞬间就多出70年的时间 显然 尽管美联储本周暗示短期内不会转向降息 但美国财政部和美联储似乎正在将美国欠债上瘾和美元泡沫进行到底 对此 被誉为最有远见的华尔街商品大王 亿万富翁吉姆·罗杰斯多次警告 美国的债务无处不在 印钞无处不在 是全世界最大的债务国 美元纸币的弊端日益显现 这迟早都要付出代价 而就在全球越来越多的央行开始不断重视黄金储备 甚至土耳其等国已经接近清空了美国国债 并用黄金储备替代了美债的情况下 这一趋势或将在全球范围内加速 而美国债务经济模式的主动权掌握在全球为数不多的主要央行们手中 值得一提的是 根据美国财政部于2022年12月下旬公布的最新一期国际资本流动报告显示 紧截至2022年三季度 中国的美债持仓已经由2013年11月当时持有的高达1.367万亿美元降至9096亿美元 也就是说 九年间 中国已经累计净抛售了规模高达4071亿美元的美债 累计净抛售比例约为31% 而全球最大的对冲基金桥水创始人达利欧等多位分析师分析认为 中国或更大规模抛售美债 或将抛售规模高达7000亿美元的美国国债 接下去可能将仅保留约2000亿美元美债的体量 与此同时 在市场交易方面 我们查询世界黄金协会在2022年12月下旬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 截至2022年10月 中国买家就已经从欧美市场买入了1048吨黄金 高于三年以来的平均水平 而通过世界黄金协会此前公布的截至2022年三季度的另一组数据显示 中国买家在2017年至2021年的五年间 累计在美欧市场采购了4792吨黄金 再加上截至2022年10月的1048吨 相当于过去六年间 至少5840吨黄金已经从美欧陆续运抵中国 而就在这个时候 全球货币市场又发生了另一件意料之外的事 美国金融网站林对冲 1月6日的最新消息显示 美国密苏里州参议院在2023年立法会议上提出的一项名为SB100的法案 将黄金和白银视为货币而非商品 并将为该州的货币变化奠定基础 该法案鼓励在密苏里州使用黄金和白银作为货币 包括使其成为法定货币 取消对黄金和白银的州资本利得税 以及建立州金银存放处 而截至目前 密苏里州 犹他州 怀俄明州和俄克拉荷马州这四个州 已经相继宣布黄金和白银可以作为货币流通 并可以在商品交易中直接替代美元 美国已有四个州正式宣布可以用黄金替代美元 进行易货的计价 即结算 分析师认为 这似乎也是美国一些州或将出现货币独立 并寻找美元替代品的新信号 对此 分析师亚历克斯 格洛伊进一步称 美联储对黄金束手无策 作为世界储备货币的发行者 美元必须将黄金非货币化 才能取代黄金 成为世界各国央行的主要储备资产 否则将是美元将偿到损失和代价 优优独立 击优优独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